第二播剔要求 其實中國不參與 任何一個國家如果遇到類似的情況 都不會接受 都不會參與 他这场非法的国际仲裁 从菲律宾提醒仲裁 到仲裁厅决定管辖和裁决本案 我认为其错误之处主要在于 一是涉及到无权管辖的事项 二是针对着无权管辖的对象 因此仲裁厅就中国南海问题 做出的任何裁决 对中国都没有法律约束力 也不会产生任何实质型的法律后果 只会沦为政治闹剧和舆论喧嚣 在一定程度上 极大的浪费国际司法资源 损害国际司法威信 well yes but it's ridiculous because arbitration is between two parties who want to participate you can't have arbitration if one side says it doesn't participate this is particularly ridiculou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dhere to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s one of them but it certainly doesn't recognise for exampl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t demands that US soldiers who are stationed abroad are not subject to local law this is a complete example of dual standards because the US doesn't follow these international rules either and this is done as I say ridiculously about 8000km from the sho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political motives it's deliberately trying to create problems 根据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 这个仲裁庭对菲律賓提起的仲裁案是没有管下权的 公約第298条的規定 帝越国可以书面声明对于海洋化界 军事活动 历史性海湾所有权等方面的争端 不接受一种或者是一种以上的强制程序 咱们国家早在2006年就提交了这样的声明明确表示 对于上面所讲的这些争端排除适用强制程序 首先我们说我们中国之于南海 我认为有三重身份 第一重身份我们是南海诸岛的主权国 第二重身份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第三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南海最大的沿岸国 那么三重身份的交织就决定了我们中国 一方面要坚决的去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兼顾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要维护南海航道的航行自由航行安全 维护国际法的尊严 我们说即使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相关的规定 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叫做以路定海 在南海诸岛而言就是以岛控海 我们对南海相应的权利包括主权 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一切的海洋权益 均源自于我们中国之于南海诸岛的主权 所以这是体现了我们以路定海的原则 而菲律宾他一直以来把这个原则进行了一个倒置 歪曲成了以海定路 以所谓中国南沙部分的岛礁 处于菲律宾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之内 来确定所谓这些岛礁和海域的归属 是完全违背国际法原则的 而他这场国际仲裁也是秉持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 所以他从这个根子上来说 从他的基础上来说就是错误的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都不会接受 都不会参与他这场非法的国际仲裁 然后我们准备了一场公斤 专属结疏 都要好 你 都没有 不错误 都没有